我們來回憶一下上一節課我們所講到的內容 我們請兩位同學上來的結果呢 是做出了這個MO 做MO的這個要件 有同學問說 它A1跟B2都可以作用 到底誰比較高 到底誰比較高是怎麼樣 怎樣去看判斷呢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它們的overlap的integral 在B2的部分是Py的部分去 Py是指跟水分子共平面的這個平面的這個方向 所以畫出來的Py呢 跟這個氫所在的這個軌域 會形成一個互相對應的情形 那這樣的話我們稱之為overlap比較多一點 如果說是水分子是一個直線180度的分子的話 那麼這樣子這邊的氫呢 就會跟這個Py呢完全不能夠重疊 也就是說這邊的軌域跟它重疊的部分會直接相消 但是因為水其實是有角度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使得它有一點overlap 那這種overlap就看你的角度下去是多少 角度到0的時候是比較多的 而水的角度是一百零幾度 所以呢它的overlap是介於180度跟0之間 那它的overlap是比較少的 overlap比較少就表示它作用比較小 作用比較小就表示linear combination 它得到的能量是比較低的 反之來講的話那個anti-bonding的深圳能量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A1的部分呢它分裂就比較少 所謂分裂就是指sigma跟sigma star 這個是sigma嗎 這是... 這是Py的faction 那它的分裂是比較小的 而B2的分裂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圖是我們考慮說 如果我們的2s是一個non-bonding 它就會得到這樣的情形 我們現在考慮一下比較複雜的 就是如果會劈腿的時候怎麼辦 這邊有個A1 這邊有個A1 這邊也有個A1 三個人在搶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如果你同時要交往兩個人是很困難的 所以你只能夠一次應付一個 那我們可以先應付 你可以直接從這兩個人先去做起 也可以從這兩個做起 各位要用從哪一個做起? 從接近的做起啊 好 接近的能量比較接近 所以它可以生成一個A1 然後再生成一個A1 這個是A1 這個是A1 然後這個地方是bonding 這個是anti-bonding 好 那再跟它作用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它們之間會作用 它作用的時候呢 你看我如果要畫一個跟這一個 是得到什麼結果? 升高降低 對不對? 所以表示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這個就會升高 然後這個就會降低 然後這個就會降低 然後這個就會升高 最後出來的結果 最後出來的結果是 一、二、三個atomic orbital 變成三個atomic molecular orbital 如果你要去作用這兩個先 也可以 這兩個是這麼遠 對不對? 所以它們的作用不多 它會下降一點點 然後它會上升一點點 然後這個再跟它作用的時候 它就會下降 它就會再上升 最後的結果都會得到一樣的圖 這兩個圖有什麼不同? 不同在這個地方的能量 是有下降的 這邊有稍微做調整 而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量 完全不跟上面的作用相關 但是你不論是怎麼樣 你畫出來這個圖形 你看它的順序 都還是一樣的順序 抱歉 B1還沒畫 B2因為offline比較大 所以它會下降比較大 所以它會下降比較大 算出來的這個 molecular orbital呢 就是這樣 那我們在填電子看看 從2S開始 六、七、八、八個電子 一、二、三、四、五、六 等一下 還有一個 non-bounding 還有一個 non-bounding 我要畫 課本上的話 B1 B2是完全顛倒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XY是顛倒的 看你要選哪一個軸 好 那這表示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一個 non-bounding 我們現在解釋 我們現在解釋 mo跟 root structure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一個 non-bounding 好 這邊呢 是 sigma-bounding 然後這邊呢 sigma-stop anti-bounding 這個就表示我們的水 兩個long pair 在mo來講的話 它是non-bounding的部分 是在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地方 一個non-bounding是接近陽 是陽這一端的 另外一個non-bounding呢 也是接近陽 但是是P軌域的 所以這裡s character比較多 這個p character比較多 但是因為它們是不可分辨 所以有mix在一起 但是它這樣子的描述方式 跟直覺上描述的方式 稍微有點不太相同 結論還是一樣的 它還是兩個bonding 注意到這個地方 我稱作為sigma-bounding 其實是不完全正確 這個應該是稱之為 我以為我的sigma是指 對應指z軸而言 它是上下 所以它是一個pi的 interaction 但是這些sigma或pi的描述方式 都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molecular orbital 不是在兩個原子之間做描述 我們是用三個原子以上的 東西做描述 記得以前sigma的bounding 在高中的講法是什麼 首尾相接 在我們現在的講法是什麼 是指電子輪密度 在兩個原子中間 所以我們既然描述sigma跟pi的時候 都是完全以 Lewis structure 的localized model 去想這件事情 所以sigma, pi, delta 那些東西只能夠在 Lewis structure的 這一類觀念上面 也就是兩個原子之間去做討論 當你到MO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用sigma跟pi 用不是很準確 比較正確的方法 是要用 A1, B1, B2 這種方式去描述 molecular orbital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些原子的symmetry symbol 也就是Millikin symbol 也就是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OK 所以MO 是用這種東西代表的 好 我看還有什麼東西 沒交到 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所以 這樣子各位能夠從頭到尾 完整的做完一個MO 現在我們要 因為時間緣故 要把下面呢 比較快速的 給各位同學做一個介紹 好 我們現在要交的是 NH3 NH3 是一個角形分子 那我們要定軸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定Z軸 那 對於蛋來講的話 它有X跟Y 那對於這個group orbital而言 Legan group orbital而言 它所在的位置跟它 是不是共平面的 但如果我們要畫的話 這三個要畫的投影的時候 我們會畫這三個投影 那我們以前是只有兩個的時候 我們可以畫圓圈圈 畫出它有一個圓圈 一個 可以畫圓圈圈 分別出黑白的這個分野 那現在要畫的時候呢 要畫出這個group orbital的時候呢 不是太好畫 你說 因為上下 因為它有三個 你不曉得誰要畫成黑的 誰要畫成白的 那這個的做法呢 那這個的做法呢 就是我們要用 projection operation effort 去求出這個三個輕 它的linear combination 是用什麼東西 組合成它的group orbital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在第二步 求Legan group orbital 那我們不能直接畫出來 所以比較不容易做這件事情 那要做Legan group orbital的時候呢 請各位同學翻譯一下它的group character table 它的point group是什麼 這邊是C3軸 所以是C3V 從C3V裡面 你要去把這個HA 和HB和HC 你直接拿HA 去帶進character table裡面的C3V 得1C3V 1C3V 1C3V 2 這樣子一路過去 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 直接看一下課本 告訴我們答案 好 各位看到153頁 最後是得到 好 在每一個原子上面呢 都有一個包含的蛋跟這個金原子的一個平面 我們就定為SigmaABC 那麼 F1 1C4V 1C3V 1C5V 2C4V 法化的公式 這些都可以變成1 1 1 然後最後就可以得到 更號3 分之1 然後 5 A加5 B加5 C 然後這個地方的 A2的部分 會得到0 B2的部分 會得到 2HA-H B-HC 也就是 2的平方 1的平方 1的平方 2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等於6 所以這邊是 更號6分之1的2 φA-φB-φC OK 好 它的操作方式 各位回去看一下課本 然後用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方式 去把它帶進去 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會得到A1的 然後我們不會有A2 然後所以這個地方呢 等於A1加上1 好 注意到1是什麼意思 它是Double Degenerate Double Degenerate是它是兩個軌域 這兩個軌域能量是一樣的 那你畫的時候怎麼畫呢 它只給你畫一個 這一個是什麼呢 2HA 也就是圓圈圈會比較大一點 上面這個圓圈圈比較大一點 這裡它兩個圓圈比較小一點 它是用減的 所以呢 那你說另外一個軌域是在怎麼樣得到的呢 另外一個軌域沒有一本書有告訴你親切的是怎麼樣去得到這個軌域的 但是 有兩種方法 其實有了三種方法 比較複雜一點的是 2 phiA-phiB-phiC 你一定是用HA把它帶進去得到這個的 你可以把它帶 phiC phiA-phiB 也可以帶 phiB-phiC-phiA 這個已經有了 如果你把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會得到它的反號 所以實際上是 一樣的一個Orbit 把它加起來是一樣的 把它撿起來的話 把它撿起來的話 會得到 會得到 phiC phiB-phiB-phiC-phiC-phiD-phi掌 加 phiB 相減喔 對不起 相減 這個減這個的話 三倍的話 是三倍的phiC 然後 三倍的phiC phiA-phiAAAA-phi98-phi 還是三倍的φB 所以這個就等於φC-φB 或者是反號φB-φC 因為它的這個係數的部分都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是不論是這個或是這個 它前面都是1 所以它真正的代號呢 是等號1⅔ 因係係數為1 好 這兩個就是我們的 E representation 那 這樣子的做法 不是太熟悉 還有另外更複雜的方法就是把它的point group降解到C3 然後再用C3的point group orbital去把它算出前面幾個加減 為了不止各位混淆起見 我告訴各位 這種方法不方便 畫圖的直接方法比較方便 我們從這個地方得到這個的representation以後 可以利用節點的觀念去畫出這邊的圖形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BC 也就是這邊是A 這邊是B 這邊是C 這邊沒有A的部分 只有一個C的部分相減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它的第二個orbital 第一個orbital是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截面 第二個orbital是這裡 有一個截面 所以比較簡單的畫法是 先用projection operation得到的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求不出來的方式呢 用截面的方式去求得 比如說像在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是沒有任何截面的 然後一個截面的得到了 那截面呢 你取得一個截面以後 第二個截面一定是跟它正交的 這個截面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截面就一定是跟它正交 正交過來的意思就表示 既然這邊是截面或者這個地方是節點的話 它這個東西就不會存在 因為它就是probability為0 這兩個的話符號就會是剛好相反 就像是在p軌域的地方 這個上下是相等 這個地方是0 這個地方是截點和截面所在的位置 那上下的符號會不一樣 那這是我們畫圖的方式 這個是用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得到它的解的方式 那這樣子得到這個解以後 我們要畫出它的這個mo的時候呢 就要做什麼 把蛋的軌域 2s2pxyz 和把它拿出來 看它的character table裡面 它的對應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什麼 第二部分是把group orbital的得到的結果 是a1加1 去寫在右邊跟它對應起來 好不好 所以我們很快的 把答案寫一下 看這個是不是認得出來 好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character table 告訴我它對應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medicant symbol是什麼 好 告訴我一下pz 它的對應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是什麼 根據課本的c3v的對應 A1 和兩個是1 2s 的話也是1 A1 A1、A1都要作用 所以你可以找兩個相近的先作用 先要判斷一下 A1跟E作用誰比較高一點 我們以P 詭譽的E overlap 是跟誰作用呢? 是跟 這邊是蛋 底下是蛋是突出來的 然後底下是這個 它會 這個軌距是哪一個軌距 我們先看 這是1的部分overlap 另外一個是A1的overlap 是Pz對 Pz對 好 是 蛋 Pz 然後呢 三個輕 然後這個往下 這種overlap是比較小的 為什麼? 因為 Pz的overlap 是靠它這個下來的角度 跟它這個地方overlap的 跟剛剛的情形一樣 這是overlap小的 overlap小的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A1 所以A1是比較小 E1是比較大的 好 E1比較大 不好意思 E1比較大 我們先做E 等一下再寫順序 A1呢 這兩個先作用 它比較小 然後呢 它要跟它再作用 它作用的話 它就上升 它就下降 OK 所以我畫一下 這個已經畫完了 這個把它重新變 上升到這個地方 A1 好 好 現在來填電子 但也有 從而是5個 加7個 8個 1 2 3 4 5 6 7 OK 然後這個上升以後 這個位置 跟它的原子軌距非常相近 這是一個 non-bonding orbital 接近non-bonding 它實際上也是個 bonding orbital 它是 一個 這種形式 非常overlap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個是 這個呢 是 victal or non-bonding 好 那 所以 我這個畫法 跟剛剛水的畫法是一樣的 就是 我可以先決定誰要overlap 在這個地方的pz 如果以overlap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認為它沒有overlap的話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的A1 直接就不作用 而是這個A1和這個A1去作用 然後這個A1呢 就直接畫下來到這個地方 稍微降低一點點 因為它有slide-bonding 然後它不是完全non-bonding 然後就把它畫在這裡 就不作用了 所以你注意到 兩種畫法 第一種是說 我直接就做 我這兩個有作用 作用完了以後 再跟它作用 畫出來這個比率 和我這個東西 不作用 最後稍微下降 有slide-bonding 下降完以後完全不動它 然後這兩個去做作用 得到的圖形是一樣的 但注意到 你不能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三個詭譽要做作用的時候 你三個同時畫是非常困擾的事情 你就先把它畫兩個 這就是為什麼 課本上的時候 會把兩個詭譽 水的部分 它兩個輕的時候 它會分成A1和B1去作用 你可以直接一個 先作用完以後 再跟另外一個作用 以我現在的例子來講 三個A1 我的考慮方式 我剛剛是 先作用這兩個得到的以後 再跟它作用 讓它上升 得到的這種是 這三個分子軌域 或者另外一種方式 就直接 non-bonding化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兩個 直接去做軌域運作 這件事情 跟剛剛的水 是差不多一樣的 只是水剛才是2s 這個地方是 考慮non-bonding 或者要作用不作用 這個事情 如果說你是有 絕對的數字來講的話 你大概不需要太多考慮 因為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接近在十幾 它的作用是比較低 比如說 25-13-12左右 這是介於可以作用 也可以不作用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non-bonding 然後下降一點點 說它有一點點作用 就直接擺在那裡就算了 因為interaction告訴你是這樣 如果沒有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要去自己做判斷的話 水跟氫都差不多 你不知道會不會作用 你就不當作有作用 因為symmetry是合的 你就當作有作用 就這個東西作用一遍 這個東西再跟它作用一遍 好 所以不論你是從A1 這三個A1的任何兩個開始 你只要把三個都作用完畢以後 得到的結果都還是一樣的 好 好 在這個地方 NH3跟其他例子不同的地方 是它多了一個 projection operation的一個 method 然後能夠得得出 這樣子的一個圖形來 這個圖形兩個是主於E representation double degeneracy 的這個方式 大家再回想一下 如果給你一個題目說 請你畫出水 或者是NH3 或者BH3 它的圖形的時候 你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你把它分開來 做中心原子的atomic orbital 它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這件事情很容易取巧 原因是因為base function 就告訴你xyz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group orbital 把group orbital group起來 如果是比較多原子 比較難的 你就要用projection operator 如果不是多原子的話 那就會用 王宇倫剛才畫的方法 直接把它畫出來 然後顏色變化不同 然後直接用取巧的方式 或者不取巧的方式 把它帶入去求出 它的medicant symbol來 然後你就把這兩個symbol 相同的東西呢 畫出來去做作用 但做作用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 它的圖形裡面的overlap 如果還是不多 剛才那個overlap比較大的b1 和b2 就會分裂比較多一點 然後a1就會分裂比較小一點 那個東西是以overlap的角度看 所以總結來講 我們看的是什麼 能量的高低 symmetry是不是相合 然後再看overlap是不是比較高 這三件事情 是你做mo的時候 要考慮的事情 然後你就可以畫出這個mo 不論是group orbital 或者atomic orbital 都是要靠character table 所以我去找出它的 e-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好 剩下的時間呢 我們看一下 PowerPoint的複習 因為課本上有多 那課本上還多了一個章節 我怕我今天講不完 但是我請各位同學 先翻一下 在這個章節的最後一頁 那最後一部分 是在162頁的部分 162頁的部分 是把這個character table的利用呢 用在混成詭域的組合的這個計算上面 他舉的例子是ch4甲烷 它的tetrahedral的這個orbital 他把每一個orbital的間結 也就是每一個chbomb 這一根bomb子 這個間 拿來做operation 這四根去做operation以後 會得到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得到的結果就是 s跟三個p的混成詭域 好 水分子在各位課本上面的例子呢 是用這個xz 也就是x方向的方式 這裡就是剛才我畫的黑板上的三個方式 那在這裡面比較不同的地方 是用這個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得到SALC的這個方法呢 有時候需要借重於projection operator的 method 好 那麼我剛開始呢 是把所有的group orbital把個輕呢 畫出來 求它的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變成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後得到的結果是A1加B1 如果說是y軸的話 這邊是A1加B2 OK 然後課本上還特別仔細的告訴你一下 它的operation是什麼 然後這邊運作出來 這個部分是在前段 各位就已經知道的東西 如果不知道 在這裡面你可以再做複習一下 課本直接就跳入這個HA-HB HA加HB 那我在課上面已經用 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告訴各位同學 這兩個東西是怎麼得來的 但是直覺上來講 如果你只有兩個圓圈圈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用那個projection operation 因為它只有兩個原子很簡單 所以你直接用都是白的都是黑的這種方式去做 那麼這個課本上做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用所有的這個對稱 直接去做出character table 然後說它就是B1 OK 那我們現在知道 如果說是像這樣的情形 全部都是像S的話 它當然是A1 如果這個的話 是像是一個PX的這個軌域 在對應的時候是B1的這個character table OK 下面呢 就是group orbital做完了以後 就做中心原子 中心原子呢 一個一個去對應 對應完了以後呢 就看一下說 A1跟A1可以作用 B1跟B1可以作用 然後我們就把它沒有match的部分 也就是run pair的部分 直接畫下來 run pair直接畫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呢 再去做作用 得到了B1是分裂比較大 A1分裂比較小 那課本上比較畫出來 這個相對的圖形 可以讓你了解到說 它的MO的組合的AO 組成以後MO是長什麼樣子 那請各位同學 把課本上這個地方呢 稍微做一點改變 也就是課本應該是錯的 這一頁是在課本的第幾頁 課本151頁 各位請求 把課本上151頁這個地方 的S的地方改成PZ OK 因為不論是畫圖或者是這個Orbit 各位看一下後面的MO的話 它都是用PZ的部分作用 原因是S的部分的Energy呢 比較差異大 沒有辦法overlap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部分各位可以把它 用鉛筆把它槓掉 或者把它寫一個括號 這個部分的C2其實是非常小的 可以說是不存在 因為這個FY1呢 基本上是一個non-bonding的character OK 我們如果看一下前面那張圖 基本上在這個地方 這個第一個Orbit Molecular Orbital 大的Phi 1 2 3 4 5 6 這裡第一個基本是non-bonding 2 2 3 4 第四個基本上是non-bonding 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interaction 而比較弱的interaction呢 是A1的interaction 也就是PZ的部分 那也就是這個PZ的 這個部分的interaction 不是S的interaction 這個地方基本是non-bonding 所以各位對照一下 剛才的那個MO的圖裡面呢 第一個是non-bonding的部分 第四個呢也是non-bonding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是A1 這是B1跟B1 然後這是A1跟A1 所以把這邊改一下 這邊基本上算是一個bonding orbital 這邊算是一個non-bonding orbital 課本上寫的這個順序上不太一樣 在最後一個部分的課本 這個地方是寫一個bonding的地方 它寫bonding的原因是因為 symmetry是相合的 那我們為什麼寫non-bonding呢 是因為energy不匹配 所以課本上它的當初討論的地方 除了這個地方它是打錯的 不是S以外 它都沒有考慮到能量的差異 OK 所以這個表格跟課本上不同的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的S要改成PZ 把它更正過來以後 其他這邊的敘述也稍微改變 本來把它當成bonding的部分 我把它當成non-bonding 然後這個non-bonding 是1跟4這兩個 bonding的部分呢 是底下的這兩個A1跟B1 然後上面anti-bonding 也是A1跟B1的anti-bonding 好這個是課本上151頁要修正的地方 現在講的也許有點快 各位看一下這個文字部分 如果有問題的話再問一下我 好在NH3的這個部分 我們講過了 他們要畫出它的圖形來也是一樣的 我們先把三個氫原子的這個部分呢 做出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後得到了A1跟1 然後根據那個table裡面畫出來 1的話是double degeneracy 然後我們看出來 這個double degeneracy裡面 它各自代表的意思 在1的部分呢 是px跟py的地方 在蛋的部分是p軌域的x 跟p軌域的y 屬於1的部分 那在group orbital的部分呢 是屬於我剛剛講的話 比較難畫的那兩個部分 那這是舊版的課本 所以這個圖形各位在課本上是看不到的 它的做法是畫出這個三個軌域的 這個是linear combination 這個部分是由我們剛剛的 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得到的 這個部分我們講過 你可以用剛才相減的方法得到 或者直接用圖形的方式 這個地方是中間有一個截面 這個地方是這個地方有一個截面 用兩個不同截面的方式 畫出它的圖形來 然後再去看它的這個 因為它這兩個的character table 都是屬於1的 那去對應到 新的group orbital 對應到蛋的這個atomic orbital OK 能對應的就是a1跟1 那我們在這個做用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1的部分的interaction比較高 那麼這個地方可以基本上 當作non-bonding這樣畫下來 或者你可以把它當作 不是non-bonding A1 然後跟這邊的A1 和這邊的A1 都做作用 可以它可以跟它作用 或者是說 它們兩個先作用後 生成的A1跟A1 然後在這個本來在下面 跟它作用以後 它就上來 下來 這是我剛才畫的圖形 這個是NH3的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部分是frontier orbital 那蛋的這個上面這個部分呢 類似的non-bonding的部分 雖然有一點點bonding的character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在蛋上面的 那個long pair 但在跟Louis Structure描述的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Louis Structure這個地方的long pair 就在它的上面 然後下面沒有任何的contribution 在我們的MO的描述裡面呢 這個non-bonding 其實是還有部分bonding的character 跟氫是有一點點overlap 因為它這個氫是稍微往下 而不是在平面的這個 不是跟蛋成平面的情形 但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說是BH3或者BF3的話 那麼就沒有overlap了 那這種就是純粹的是non-bonding的部分 好這個是NH3的BF3的話 跟NH3有什麼不同 NH3這個地方的話 這邊H是沒有任何P軌域的 但是你如果用到了BF3的時候呢 BF3的這個B有S軌域有P軌域 然後F有S軌域跟P軌域 所以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它畫出來的group orbital呢 也是照我們原來的那個方式畫 OK 現在這裡畫的方式呢 在這個地方是B 上面畫的是F軌域 不 F 浮原子的P軌域的部分 OK 剛才是NH3的時候不考慮到P 現在要考慮到P 那麼這個P有PZ有PX還有PY 那麼各自給各位看一下課本的圖 那我們剛剛教的部分 可以用得到的地方就是 我們雖然用三個S去做出來的 這個E-reducible implementation 可以得到這個E的這個結果 那同樣的情況在PZ裡面 也會得到E double prime 在因為這邊的group orbital Point group不一樣 D3H 所以它這邊的代號是不一樣 但是它仍舊是一個 Degeneracy orbital 好 這兩個是Degenerate 那這兩個是Degenerate 那每一個東西它的overlapse 是多還是少 就從overlapse的這個圖 可以看得出來是比較高 OK 然後 D3H的character table 帶進去以後 或者說直接用看的 就可以知道 原子軌域裡面 PXPY是對應到E prime 然後 A2 double prime是對應到PZ 那你就把彭的原子軌域部分畫下來 畫在左邊 然後 三個F呢 畫在右邊 這些都是三個F的這個圖 底下的這個是S軌域的圖 刻本上就把這個group orbital 全部都幫你畫出來了 這個雖然是有點複雜 各位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呢 各位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個S P的部分呢 在我們以前的話是畫出它的圖形 現在的話是要寫出它的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它的Millican symbol出來 然後這個地方也要寫出 它的Millican symbol 請問這邊的Millican symbol 是哪一些呢 刻本上已經告訴你了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這些文字 都要寫在這個上面 然後你一個一個對 這邊這個S呢 先把它畫成non-bounding 不去作用 然後呢 這個E prime的部分 跟它E prime的部分 會在作用 在這個 不對 A1的部分 會跟這個A1的部分 A1 prime的部分 會跟它作用 然後它會下降 它會再稍微上升一點點 OK 那 E1的部分上升了 這邊是會 這個會上升 這個會稍微再下降一點點 但是這個 會 跟這邊的E1 有interaction OK 好 這裡我並沒有寫出代號 所以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誰跟誰要再作用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 A1跟A1是 等一下 這個level來講的話 形成A1 prime的時候 它會形成另外一個A1 prime 在這個地方 那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先畫出來一個 一高一低的這個圖形 然後這邊A1跟這邊A1 prime呢 會作用 所以它這個地方下降的這個幅度 從這裡到這裡下降的幅度 比起這裡到這個地方下降的幅度 少很多 那這是因為上升的緣故 先把這個A1畫完了以後 再看E2 再看E prime E prime的這兩個呢 在這個地方 和這個A2的部分呢 是剛好對應的 也就注意你看得到 在bonding的部分 兩個doublebond是在下面的 然後sigma 單獨一個鍵是在上面的 在這個anti-bonding的時候 就反過來 拍的電 拍下降的比較多 它就上升就比較多 這邊A1 A2 double prime是下降比較少一點 它上升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OK 那至於這兩個 是不是重疊在一起 會誰會比較高 誰比較低的這個部分 是比較不好分辨的 這件事情 所以在考試的時候呢 很可能這兩個會對調 那看不出來 它是誰高誰低的 OK 在你們的overlap 那 那 non-bonding的部分這裡 全部都有non-bonding的interaction 只是這個4E的non-bonding的部分呢 會跟這個4E 跟這邊的5E 這邊的E呢 有一點點interaction 所以它會下降一點點 那就把這個地方 再稍微再提升一點點 那這裡面的這個細節 我們要仔細講 各位就要自己去看一下 對稱的符號 哪一些是要作用一上一下 哪一些可以作用 哪一些是作用比較高 哪一些作用比較低 我們現在只有一分鐘了 所以 我把這個 例子呢 擴充到 這邊 powerpoint的部分 各位可以去練習一下 因為它不但 有講到這個pcl4 課本上的例子 還有再多一點的這個 例子在這個地方 那 molecular shape的部分 是我們正要講的部分 但hybrid orbital 是 我們最後要介紹的例子 大概只有一分鐘了 所以 把這個混成詭域的部分呢 用 ch4 去做一個代表 tetrahedral的這個ch4 如果你把四個間結 也就是ch的這一根棒子 當作一個組合 那是四根棒子去做組合 如果是identity的話 是四根棒子 如果進入c3轉的時候呢 三個都轉交了 其中一個是在 像這樣做運作以後 你會得到這個的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把它解完了以後 得到的東西呢 很奇妙的會發現 它會有一個a1跟t2 那這個東西對應到的東西是s 然後對應到的是三個p 那如果你不是講ch4的話 它有可能用到的是d軌域 所以你其實分不出來 這樣解出來的東西 到底是sp3還是sd3 但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 它是用p軌域的 這個碳的p軌域 去跟它連結的 所以我們得到的是sp3 這個量是t2 t代表三個degenerate orbital 就是三個p都是degenerate 混成以後出來 the group orbital 是屬於t2 然後 因為你這個 四個間結可以解釋成t 所以它的混成軌域 就可以說成是t加t 也就是s加上三個p 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sp3的混成軌域 那你可以把那個水啊 或者是p tcl4 去做這個混成軌域的計算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d2sp3 還是d2sp2的 dsp2的這種混成軌域 每一個混成軌域 你只要把分子畫出來 間結畫出來 做一個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分解完了以後 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OK 那這個考試比較少考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混成軌域的東西 你只要畫 一畫出結構 大概大家都知道 它是什麼樣子的形狀 因為你們學過vsepr 所以你曉得說 trichinal by pyramid 五配位的 OK 那它是dsp3 OK 那如果atrahedral的話 d2sp3 四次tetrahedral的話sp3 角形的話sp2 或者是p2 好 那我們現在先下課 謝謝各位 我們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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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忘記